雲豹籃球隊是我贊助的籃球隊 從頭至尾我就說 我們是贊助商 我從頭到尾我有說 我簽了Howard Howard現在是惡名昭彰 還是成績失敗的代言人嗎 我有這樣講嗎 他發這個文 第一段就可以證明 他跟館長是合作關係 有贊助商嗎 我有蹭嗎 他講在後面這一段 也沒有切割啊 他跟我是合作的關係 他們今天發這個文 他們也跟我們講 館長不好意思 他們要發一下 因為他們有贊助商 也是跟我一樣是贊助商 當然是品牌的 有簽代言的 他們有在講 所以他們得發 啊怎麼會變成說 我在蹭人家 你有沒有聽過 我要去蹭人家 人家公司拜託我到 我在台灣還不需要去蹭別人吧 我現在出門 接著工商也是兩百萬起跳 為了史密斯來了 看到我們兩個這樣互動 人家也幫我按個讚 我們這邊呢 是無償提供使用 我是跟他們談無償 我也不會算命 我也不知道Howard要來 我就是很早就跟人家講 不是今天魔獸來的時候 我蹭 我蹭你的 雲豹隊發了這個東西 大家發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跟我們講為什麼 他才發的 也會尊重我們嘛 首先 我的直播都留著 我從頭到尾 我都跟我的管粉們講 雲豹籃球隊 是我贊助的籃球隊 從頭至尾我就說 我們是贊助商 劍工或是渦俊 任何人想要做代言的 我那天就講很清楚了 我可以退出 你們可以簽 我從頭到尾我有說 我簽了Howard Howard現在是惡名昭彰 還是成績思案的代言人嗎 我有這樣講嗎 他發這個吻 第一段 就可以證明 他跟館長 是合作關係 有贊助商嘛 我有蹭嗎 他講在後面這一段 也沒有切割啊 他跟我是合作關係 他沒有幫館長 代言任何品牌 請大家不要誤會 Howard的代言 是要另外做簽約的 工商是很繁複的 合約很多 他們今天發這個吻 他們也跟我們講 館長不好意思 他們要發一下 因為他們有贊助商 也是跟我一樣是贊助商 當然是品牌的 有錢代言的 他們有在講 所以他們得發 讓Howard多一個機會 他們有的東西還在談嘛 那他們可能會 有人誤會說 這個你們跟館長簽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你要跟人家講 因為 所有人 都認為有嘛 所以你要跟大家講 不然這樣人家 就不跟我們 談合約嘛 所以我這就進行 我昨天的IG 我的影片加上 我自己的影片喔 健溫渦俊趕快去簽喔 我昨天 一個是7萬6 一個是16萬 所以我IG呢 光Howard就有 24萬25萬多 然後我的FB 也有個十來萬 加起來可能三十幾萬個贊 三十幾萬個贊 兩邊啦 這個雲爆人家早就有跟我們講 欸館長發這個 我說沒關係啊 你發 啊怎麼會變成說 我在蹭人家 你有沒有聽過 我要去蹭人家 人家 公司 拜託我到 甚至是我跟他們老闆吃飯的時候 他們也說 館長可不可以館長做個訪談節目 互動 加分 互相加分 館長不是臭屁 我在台灣也不是沒有流量吧 我在台灣還不需要去蹭別人吧 我現在出門 接著工商也是兩百萬起跳 我才會出門吧 雖然沒有Howard Howard可能上千萬 但是我在台灣 我隨便接著工商 在我店門口 我站出來也要五百萬 我的這些健身房 我的電商產值也有個十億吧 我有需要去蹭別人 人家老闆也是 我在台灣也是一號代表性人物 也是一個有流量的人 算有名啦 所以Howard 他也加我的IG 他也認為我是一個 在台灣也是一個 蠻多人看的 他也幫我標註影片 威爾史密斯來了 看了我們兩個這樣互動 人家也幫我按個讚 就代表說 我的流量 在他們眼裡算OK的 沒問題的 名人跟名人之間 雖然我們跟人家比 我們是狗屎嘛 人家是黃金 人家是全球巨星嘛 我們這邊呢 是無償提供使用 我是跟他們談無償 我也不會算命 我也不知道好好要來 所以今天 雲爆這樣做 館長這麼小庭啦 沒關係 他們的想法都是好的 這也是我們跟他們吃飯 那天有聊到的 那大家都是個良性的互動 不講錢好不好 我們講幫忙好不好 問題這個東西 我就是很早就跟人家講 不是今天魔獸來的時候 你們才在那邊叫阿狗啊 喔 館長一塊錢都沒有給他們啦 但是有給非常多的商品 那也是錢嘛 會籍 就贊助商嘛 衣服 要做衣服的話 找我們 不只他們 我們蘆洲在地 籃球隊我們也有在支持 這個都是我做好幾年的事情 館長為了體育在台灣 我是沒在停的啦 我蹭 我蹭你的 XXXX